米香被丈夫赶出了家门 她带着一个傻儿子 无处可惧 最后 姐妹金花姐给她出主意 北方矿场常出事 在那里找个矿工架 人一死 等着领赔偿金 于是 米香便在煤矿镇上住了下来 一边卖豆花 一边捂死男人 这几天 一个叫大理的男人 总来她摊上转悠 相处久了 米香觉得有机 总是暗中关心大理 可金花姐突然告诉她 大理上有老母 下有弟妹 要不得 米香是真心喜欢大理 可她也得为自己的傻儿子谋划 男方家属太多 可不好处理 米香无奈 只得忍痛疏远了大理 没几天 又有一个驼背的男人 平凡光顾米香的摊子 王驼子许是觉得同病相连 他特别喜欢米香的傻儿子皮娃 经常给皮娃送礼物 这天 皮娃自己跑到矿上玩 却被矿上领导抓住了 对方一口咬定 皮娃是来脱梅的 非要米香交罚款 米香一听要交一百块 气得抬手就打孩子 不晓 正在附近做工的王驼子碰见 他二话没说 帮米香交了罚款 米香看着又老又丑的王驼子 又想了想自己的傻儿子 最后 他决定赌一把试试 米香找机会和王驼哭 说自己被丈夫赶出来 带着一个傻儿子艰难度日 他委委屈屈诉说 王驼子亲得不忍心 于是劝说米香搬到他家去住 米香赶紧一口答应 可他住了几天 发现了不对劲 王驼子在结婚的事 闭口不提 米香心中忐忑 晚上 他委婉地提出想要结婚 王驼子却没说话 控有曾提醒他 外地的女人亲眼多 总想嫁过来片赔偿金 驼子对此疑心忡忡 米香也是外地来的女人 可不得不放 直到一天 矿上突然出了事故 米香听闻后 拔腿就往矿上跑 他还没跟驼子结婚 他可别先出事了 没想到 还没到矿上 半路就被驼子叫住了 驼子见米香跑得满头大汗 脸上的担忧显而易见 人家好心担心自己 自己却怀疑他别有用心 于是心中一阵愧疚 回家就对米香说要结婚 心动不如情动 两人第二天就领了证 搬了酒 大喜之夜 米香却对醉酒的驼子 反感不已 可事已至此 为了儿子也得忍着 晚上 米香为了躲着驼子 看电视到半夜才上床 却不想驼子只装睡 天天想办法折腾自己 米香去找金花姐诉苦 金花姐透露了一个办法 说家乡有个说法 谁沾了女人的污汇污 谁就会出事 于是 一个宁静的夜晚 米香溜出家门 跑到矿山上 他挖了个坑 把代谢的卫生巾 买了进去 反正混都解了 驼子早点出事 自己也早点脱离苦海 没几天 矿难的消息就传来了 米香惊喜地跑到矿上 找了半天 没看见驼子 却发现了遇难的大理 米香伤心欲绝 只是突然有人叫他 他回头一看 竟是手捧着柚子的驼子 原来他外出给米香买柚子 刚好躲过了一劫 然而米香看见 完好无损的驼子 却是悲气交加 晕了过去 米香啃着柚子一阵崩溃 他心中自责又内疚 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大理 看着对自己体贴的驼子 他更是万分后悔 夜里 他再次疯狂地跑到矿山 把卫生巾挖了出来 却不料山上干石倾倒 向他砸了下来 米香被砸伤了腿 住了几天医院 驼子起早贪黑地照顾他 米香为此感动不已 米香出院后 跟驼子说 要跟他好好过日子 驼子却现在说 别再出去卖多花了 自己努力赚钱 给皮娃攒着用 米香听闻后更加羞愧 驼子救了只小羊 带回来给皮娃作伴 皮娃开心地直蹦打 之后总带小羊出门溜达 可这天 皮娃到了晚上还没回来 两人吓得赶紧出门找 却只在田里找到了小羊 米香心急如焚 驼子连县城也没放过 四处奔波寻找 米香和金花一起 在皮娃城区的田野又找了一遍 突然金花惊叫一声 米香赶紧跑过去看 原来是金花跌进了水沟里 可米香看着水沟 越看越心惊 她甚至怀疑皮娃也这样 跌进水沟中 无人问津 她觉得这都是自己的报应 没找回儿子 米香日日失魂落魄 经常抱着小羊想念儿子 只是 却突然听到儿子的声音 她难以置信地回头 看到驼子正牵着皮娃走来 米香抱着儿子大哭 今次一遭 米香决定放弃家私的念头 跟驼子好好过日子 她去医院拿掉了避孕环 打算给驼子生个孩子 晚上 她把这件事告诉了驼子 她满心期待地 琢磨着两人的未来 却没注意到驼子脸上的难过 驼子半夜起来抽烟 她最近总是兔子的 今天也去了趟医院做检查 可这一查竟然发现 得的是肝癌 她自己知道 一旦跟矮子沾边 那基本上就没活路了 她寻思着 死前得为米香摩子留笔钱 之后的日子 驼子忍着疼痛加班加点的挖眉 她时不时地往框井伸出走 寻着没曾容易塌陷的地方事态 自己早晚都得死 不如死得有价值 换笔赔偿金 这天 她换好衣服下班 却不想自己药瓶落下来 矿油捡到后 直接找到米香 告诉了她驼子得病的事 并一再叮嘱米香 要装作不知道 米香知道后焦急不安 跑去找金花想办法 她说 就算卖了房子 也得给驼子治病 金花也接给她一笔钱 可米香从来没想过 驼子压根就没想治病 驼子去镇上 给米香和皮娃买了一堆礼物 米香满脸不紧 驼子只笑着说 快过年了 就给你们添打好了 她看着穿新衣服的米香 和满屋子跑的皮娃 想到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 心中越发的不舍 三人其乐融融地吃了一顿饺子 这晚 驼子却非要米香陪她喝酒 米香喝着酒 突然情难自尽 她劝驼子不要再去矿上干活了 驼子心上咯噔一声 担心米香知道了什么 笑着眼神说没事 自己不累 却没想到这次 米香格外坚持 她只好答应 保证自己明天是最后一次工作 米香又说 想给她生个孩子 驼子却再次说 明天吧 第二天 驼子摸索着 走到了矿井的深处 她看着危险的矿井壁 狠了狠心 突然挤却了铁锹 狠狠砸下去 矿井很快塌方 把驼子埋在了里面 八年初一 米香独自在家包饺子 静华前来看望米香 驼子死了之后 米香一直不怨不语的 静华见了十分心疼 便逼着米香哭了出来 最后 米香带着皮娃 去驼子分钱烧纸 说以后会回来看她 然后 她领着皮娃离开了小镇 驼子遇难 矿上发了三十万的赔偿金 米香却一直没有去领 李扬刀燕的盲井 曾真实在现了 七层人民的死亡和矿难 而米香在灾难之外 又多了几分真井 残忍的现实 能被暖人心扉的真情释放 就像驼子一样 用自己的默默付出 和自愿牺牲 换来了米香的 凡人悔悟和真心相随 爱之一字 能开启身上所有的冰冷之门 感谢观看